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2020年的5月份 在明尼苏达州 明尼阿布利斯 发生的佛洛伊德事件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一个黑人 遭到白人警察 跪警致死 然后呢,就全国掀起了一个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样的一场大运动 这个运动爆发之后呢 当地的议员就提出来 要削解警察的预算 甚至呢,要 取消警察局 你看啊,这两年搞下来 看看这个明尼阿布利斯 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个当地的治安啊 基本上已经是 不堪入目了 犯罪率大增 说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越来越无法获得保障 通过这件事情呢 可以证明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社会 要是没有警察 基本上就会进入一场恶梦 好,这里呢,有一个调查啊 密苏里大学犯罪学教授 罗森菲尔德 他的一个调查 他说,明尼阿布利斯 还不算是全国治安最差的城市 但是呢,跟2019年相比 也就是说,削解警察之后 跟之前相比 2021年的这个犯罪率 增长是全国最高的 强奸案 位居全美第四 强奸案 全美第八 重伤案件 全美第十三名 各种案件层出不穷 一下子成为了犯罪的天堂 这就是取消警察的后果 当地呢,有人说 佛洛伊德被杀害之后 我们这边的人呢 很多人普遍认为 警察已经全面撤离 犯罪分子啊 这一下可高兴了 他们就开始庆祝啊 甚至呢,就开始公开的兜售毒品 说这些犯罪分子 在密尼阿布利斯呢 是赚得盆满钵满 一下子成为了犯罪的天堂 你看,这个都是民族党 这帮孙子们干的 纵容支持犯罪 把警察赶走 让犯罪分子来唱主角 这就是民主党 在密尼阿布利斯干的事情 现在呢 密尼阿布利斯的群众们 终于感受到了 说这个薛洁警察预算 这个运动 对当地所带来的后果 他们对结果感到非常的不满 你现在不满有什么用 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11月份 左派在当地发起了公投 说是要取消警察局 说要用公共安全厅来取代警察机关 幸亏当时呢 被大部分的这个选民给否决了 56%的人否决了 但是呢 还是有40%多的人是支持取消警察的 幸亏最后呢 是反对的人高于这个支持的人 尤其是在密尼阿布利斯的北部 这个市区的北部 以非议群体为主的地区 就是黑人区吧 有61%的公民 反对全面裁掉这个警察 幸亏最后是投票 反对的人多 没有裁掉警察 但是呢 减少了警察的预算 减少警察预算 其实就是减少了警察嘛 所以说 你看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 现在警察虽然还在执勤 但是呢 当地的警察 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警民之间急不信任 说这种不信任 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 尤其是在这个弗洛伊德案爆发之后 大量的警察士气低落 有的那就申请退休 有的呢 就申请 就干脆就辞职了 很多的警察 都离开了警察队伍 留下的警察呢 也是压力倍增 就他们在执勤的时候 关注度 这个压力被放大了几百倍 甚至几千倍 因为现在 那个警察 当时就是跪警 把这个弗洛伊德 致死的 这个警察 白人警察 现在还在监狱里面 因为当地现在有不少的一批人 对警察的态度呢 是采取敌视的态度 所以说导致警察在出警的时候 就不那么积极 甚至有时候就拒绝 及时的回应某些报案 反正你打电话 我是出警 但是呢 我就慢慢来 看吧 能减少 能避免 直接冲突 就避免 就减少 你看 态度就变得非常消极 所以你看啊 就是没有警察 或者是减少警察的结果 那就是让一个城市 堕落为犯罪的天堂 变成坏人的天堂 所以说你这样下去 有钱的 有能力的 能走的 都走了 最后呢 就留下一批走不了的穷人 和不想走的坏人 你说这样的城市 它还能好吧 所以说 按照民主党的这种 混蛋逻辑 要干下去 美国不知道会被他们拉到 拉入什么样的省员 昨天 美国又进行了一次 拯救地球的测试 说话大喘气 这个联邦太空总署 NASA 用一个航天飞行器 进行了撞击小行星的 一个测试 最后测试呢 非常成功 这是一个什么呢 是保护地球的 行星防御系统测试 之前我们老是听说 说有小行星要撞击地球 说万一哪一天 真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了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 通过这个我们人造卫星 去撞击这个小行星 然后呢 改变它的这个轨迹 这次测试 说是比较成功的 美国人又一次 拯救了地球 美国队长 又一次保护了人民 这个好莱坞大片 又是一个很好的材料 说这次试验呢 是在昨天 美东时间26号晚上 7点14分 这个飞行器 撞击了目标小行星 叫做迪莫佛斯 这个行星呢 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小 直径呢 只有525英尺 也就是说这个直径 只有160米 因为它的直径比较小 所以说呢 这个NASA把它定义为 是一个卫星 但是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 会对地球构成 重大威胁的一个小行星 所以说拿它做实验 实验的最后的目标 就是看能不能够以人力 来干预太阳系的引力 使这个预定 本来会撞上地球的 这个小行星 能不能够让它 偏离轨道 进行这样的测试 这个呢 也是人类历史上 首次进行的 这样的实验 昨天呢 是成功的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成功之后 NASA的工作人员 大家都相互拥抱 非常高兴 说根据NASA的资料 航天器 是以时速 15000里的这个速度 撞击这个小行星 落地时候的重力呢 大约是在1210磅 说从理论上 是足以在这个行星地表上 造成一个陨石坑 把它的速度呢 可以改变它的速度1% 但是呢 又不会粉碎 这个小行星 但是最后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撞击试验 是不是能够确实改变 这个小行星的轨迹 改变的幅度到底有多少 这个呢 还要经过几天的时间 来计算 最后才能够确定 看看美国队长 究竟能不能够拯救人类 有人说 2024年的总统大选 你们是会选川普 还是会选拜登 有人说 两个我都不想选 除了这两老头 就没有别人了吗 确实 现在呢 在美国 就是有一种呼声 就是说 你们两老头能不能够不再 别再闹了 能不能让年轻人上来干点活 现在呢是民主党共和党两边 都有声音 说是希望两老头 2024年不要再出来猜选了 最新有一个民调 说民主党的支持者 有56%的人 希望2024年的这个民主党 派出拜登以外的人来竞选公共 尤其是40岁以下的年轻选民 有高达70% 不愿意看到拜登连任 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说 拜登同志实在是太老了 赶紧回家抱孙子吧 没事 牵牵向姑娘的手就得了 还干什么干 那么大年纪了 你们美国也应该学一学我们中国 是不是 你看再怎么样 我们也有个七上八下 是不是 你们如果说做不到67上 68下 那你们做到70上80下也行 是不是 到下一届 2024年 这老拜登同志不知道多少岁了 都82 83岁了 你说 你还上 干到90岁呢 你想 都那么大年纪了 脑子还转得过来 确实是太老 不是一般的老 民主党有选民 说 我不是觉得拜登他做的不好 他说我其实很喜欢他 很尊敬他 喜欢他的人也是不少的 但是呢 说他实在是太老 现在应该到了要更新领导层的时候 你说为什么还非得要让七八十岁的老人在那干呢 是不是 拜登其实还不算是最老的 佩洛西老同志比他年纪还要大 说这个参议院的有一位老议员吧 好像叫李希 八十二了 还在那干呢 你说真的都干到死 你说美国的这个制度也是啊 就是让人不理解 你看看大法官 真的就干到死 你看去年吧 好像是啊 这金斯伯格 你看刚刚去世 不死他不退位 你说这就奇怪了 这个制度我觉得应该要改一改 至少你得学学我们 你得有一个什么七上八下的这种制度 是不是 那么另外呢 在共和党方面 共和党的支持者 对川普的态度呢 是比较两极的 47%的人认为 川普依然是很好的人选 46%的人 希望他不要再选了 你年纪也不小了 也70多了 也都快80了 不要再干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跟前两年相比 川普的这个支持率 确实也是有下滑了 2019年的时候呢 是对他的支持率是67% 67%的人希望他再出选 因为当时刚下来嘛 当时呼声正高 现在几年过去呢 现在升了46% 47了 但是呢 还是有差不多有一半的共和党人 来支持他再出来选 但是呢 从身体上来看啊 老川同志确实是比 老拜同志啊 要更坚强一点啊 更坚硬一些 看起来 但是呢 现在共和党里面啊 说如果只能 由川普来选的话 很多人说 我们依然还是会选川普 可见啊 他在共和党内部 共和党的选民中 支持率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人家也说了 最好呢 还是希望新人来选 可见啊 大家还是希望 能有新人出来 挑战这两位老同志 现在呢 共和党这边啊 德桑迪斯的呼声是比较高的 这是这个佛州州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美国的总统 历届的总统 现在老拜同志是 历届总统里面 好像46届了吧 总统里面是年龄最大的 上任的时候 78岁 最小的是谁呢 是老罗斯福 42岁 最年轻的 然后呢 就是肯尼迪 肯尼迪是43岁 当了总统 大部分的总统呢 年龄其实都是在 五六十岁 我们觉得五六十岁 还是比较正常的 是吧 这个年龄 思想又成熟 身体呢 又还挺好 七八十岁 确实是太老了 你看这个总统山 四大总统 挂在那墙上的 那四大总统 你看乔治华 认顿 是57岁 就任的 然后呢 林肯 林肯是52岁 然后第三任总统 杰弗逊 也是这个总统山上的 其中一位 57岁也是 然后还有一位 就是老罗斯福 就是最小的那个 年纪最轻 就任42岁 然后我们再看 比较影响比较大的 你看那个小罗斯福 弗兰克林 罗斯福 是51岁 也算比较年轻了 年纪比较大的 除了老川跟老拜之外 好像最大的是里根 里根是69岁 就任的 所以说 你看 就这两个 最近的这两个总统 70岁以上 当总统的 好像就是 川普跟拜登 这两个 最近的几个总统 什么小布什 克林顿 奥巴马 都还年轻 奥巴马好像才47岁 上任的时候 都是40多岁 50来岁 这个年 你说这七八十岁 确实是真的太老了 赶紧回家抱孙子吧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是新朋友 请大家订阅本频道 如果你是老朋友 请大家帮着点赞 并转发我们的节目 前段时间 拜登老同志 他不是提出了 这个减免学贷计划吗 就是减免了很多学生的 这个学生贷款 现在呢 联邦统计局 这个预算什么什么局吧 说算出了一个数字 拜登的这个计划 美国联邦政府 在未来的十年中 将要支出的资金 大约是4000亿美元 这个消息一出 引发了很大的 这个激烈的辩论 声音两个方面 支持的方面 认为免除这个学贷 可以为低收入的家庭 和少数族裔 减轻还学贷的压力 减轻民众的负担 让中产阶级 也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支持一方 甚至有人说 免得太少了 现在才免1万到2万 说应该免除5万学贷 你怎么不免除100万呢 是不是 然后呢 反对一方 反对的意见 主要是来自共和党方面 说拜登是不负责任的 乱开支 这是一种鲁莽行为 认为本届政府 已经丧失了他们的 财政责任感 说你们不去和国会合作 去降低大学的学费 而是在这减免学贷 意思说你这边减免 那么另外一边就得由纳税人 来背这个债 背这个债务 也就是说你把这些人的钱给减了 贷款给免了 那么就是等于是大家纳税人 一起来替他们还钱 就这意思 所以说共和党的意见呢 就是说你应该从入口上去减免 你应该去想办法降低 学校高校的这个学费 而不是去减免 已经有贷款的这些人的钱 让大家一起来还债 很多人也提出来了 说那你现在穷人都减了 那么不太穷的那些人呢 不符合你要求那些人呢 那是不是也不公平啊 说现在的减免 减掉了95%的人 说全国现在有4300万人 是背有学贷的 总共的学贷的这个数额呢 是16000亿美元的这个学贷 这一次呢 可能减除 免除掉了4000多亿 4300亿有可能 说大概有3700万人 符合这个免除学贷的资格 占总人数的95% 这95里面 其中有一半的人数 可以全部免除 就是没有债了以后 好那么有人就问了 那么你这些人免了 其他人怎么办 95%或者90%免掉了 那剩下10%的人 是不是心里就不平衡呢 那我为什么不免呢 我为什么不能免呢 就因为我们家有钱 就不能免了 那也不能有钱呢 有钱也不会去贷款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总是会有不平衡的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 民主党反正就是照顾穷人嘛 这个对于老拜登同志来讲 也是有目的的 你看这个计划已经颁布了 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实施 预计很多人认为 他们会在10月份实施 为什么呢 因为11月份不是马上要选举了吗 那么10月份你看我们免除了那么多人的债务 他们全家都得选我 全家都得选我们民主党 民主党就是这一招 就是免除债务 发钱 发福利 然后在选举之前大大的发 广泛的发 这样的话你看 刚拿到好处 我们总是拿人家手软 是不是 吃人家嘴短 所以说呢 这个票数就来了 哗啦啦的就流进来 这就是民主党一贯的招数 但是呢民主党方面 就认为 你看我们是在为穷人 为中产阶级 为低收入人群来做好事 我们是帮助他们减轻负担 你看我们的这些减免 90%都给了 说年收入不到 75000美元的这个家庭 帮助这个相对低收入的 这些家庭减轻负担 那你们共和党又干了什么呢 说你们之前老川普同志 就是专门为大公司减税 说为大公司减了2万亿的税 但是呢你看我们拜登同志 跟你们不一样 我们是专门照顾穷人 你们专门讨好富人 这两边都有自己的道理 前段时间 佛州州长德桑迪斯 不是出动了专机 把一批无证移民 非法移民 送到了这个马沙葡萄园 奥巴马他们家门口 引发了很大的舆论 轩然大波 移民团体呢开始搞事情 发动群众 让这些无证客 集体来告这个德桑迪斯 这个事情呢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反复说过多次 现在呢 纽约时报 还有一个报道 分析了 说德桑迪斯这种操作 本来呢是想激怒 这些富人 这些自由派的精英群体 送到马沙葡萄园 那住的都是要不就是富人 要不就是政客 都是有钱人 有权的人 但是呢 不料却惹毛了德州的某些共富党人 为什么呢 分析说 因为在德州 埃布特 才是老大爷 你这佛州州长德桑迪斯 跑到德州的地盘上去抢风头 你把人家 圣安东尼奥的这个非法移民 给拉走了 虽然呢 拉的人不多 但是呢 你跑到人家德州地盘上 去抢生意 抢风头 这人的老爱同志 是不是人家有意见了 说 虽然目前 埃布特同志还没有公开的 对这个德桑迪斯提出批评 但是呢 说私底下 对德桑迪斯的这个炒作新闻的手段 已经有一些看法了 说之前 德桑迪斯派飞机去德州接人送走 埃布特办公室 事前呢 也没有接到这个通知 悄悄的 偷偷的 就把人拉走 人家说了 埃布特 搞了好几个月 投入了好几百万 这个资金 做了这个计划 说重新安置 这个吴振克的这个计划 人家呢 吭吱吭吱用大巴车 一大巴一大巴的 这个往华盛顿 往纽约 往芝加哥运 结果你倒好 你搞了一架飞机 虽然呢 运了五十多个人 但是你这个飞机的动静大呀 影响力大呀 你看人家用大巴 你用飞机 这一下子 吸引力 眼光 全被德桑迪斯给吸走了 本来呢 是老爱 埃布特 董治 想出来的这个计划 哎 结果呢 风头 被德桑迪斯给除了 说德桑迪斯 董治 一下子就成了 全国媒体 关注的焦点 就登上了 各个报纸的头条 头版头条 并且呢 还引来了 共和党 很多人的 高度赞赏 同时也引来了 民主党的 痛骂 你看 民主党都去骂 这个德桑迪斯了 不骂埃布特了 你看埃布特失落了 你看 人家都去骂 德桑迪斯了 我想了半天 本来是我想让 那个民主党来骂我的 这样民主党骂我 骂得越狠 共和党里面的 那个民生 那个支持率就越高 结果你用一架飞机 给把我的风头 给抢走了 你看 这就有看法 有意见了 内部产生矛盾了 有人说 共和党内部 你看 开始出现内讧了 但是呢 也有人说 这是不是民主党 在中间挑拨离间呢 想让这个共和党内部分化 本来你看 德桑迪斯跟埃布特 挺好的 我们共同的目标 就是把这无证移民 送给民主党这帮人 这帮高官 送到他们家去 现在呢 你看民主党那么一报 那么一分析 共和党内部出现了矛盾 也有可能的 很有可能 震动嘛 是不是 各种手段 但是呢 我们不管怎么说 事实证明 德桑迪斯通过这次的飞机转运 吴振克 确实名声大声 因为你天天上 这个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本来有一些地方 可能不知道 你这佛州州长的 这么一闹 所有人都知道了 共和党有一个德桑迪斯 名声一下子就上来了 通过民调的结果也显示 现在呢 德桑迪斯在共和党内部 确实名声 这个人气是比较高的 说就连德州共和党的党员 被问到什么人可以 就是比较合适 代表共和党 来竞选2024年的大选 很多人都支持德桑迪斯 说对德桑迪斯的这个支持度 甚至都已经超过了 德州本州的州长艾伯特 你看 这让人家老爱同志 这么接受 是不是 所以说 民主党没准就看到了 这个有利益条件 挑起内斗 挑拨离间 这一招离间计用的好 所以说 我们看美国的问题 其实看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凡是这个有选举 有这个选举投票的这样的国家 但凡是要通过选民来支持政客的这样的国家 任何什么送移民也好啊 发钱也好啊 免学贷也好 都是为了选举 一切都是为了政治 前两天我们说的德州的飓风 现在是真的马上就要来了 预计说这个烟飓风可能会增强为四级暴风之后 于28号在佛州西部登陆 本来呢 原定于29号要升空的登月火箭计划 现在被延后了 昨天本来已经架在这个发射器上的发射台上的这个火箭 已经被太空总署又运回仓库去了 不飞了 别免得被大风吹走 就是这个事会有影响的啊 本来是老拜登同志 今天是要去访问这个德州的嘛 佛州的嘛 这个计划呢也取消了 不发射了 拜登跑佛州去干嘛呀 看见德桑迪斯还烦人啊 说这股飓风预计它的风速每小时会达到140英里 也就是225公里的时速 从坦帕和圣彼得堡登陆 可能会成为1921年以来当地最强的飓风 看来这次风好像影响还是挺大的啊 而且呢 当这个飓风进入墨西哥湾之后 范围还会扩大 风速呢可能还会增强 可能会对佛州西部的整个海岸 都会造成很大的风浪的冲击 所以呢当地居民现在已经做好了 各种应对飓风的准备 当地政府也向这个民众喊话 说这次是真的 不再是演习了 请大家赶紧做好准备 好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本频道 我们明天再见 不我们再来 晚日 ließlich 本来 不